各位亲爱的家人 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 大家好 好来 开始提问 郭老师好 我是本次教师营的一名学员 学号是F66 来自安徽五湖 这几天呢 什么大名 讲了一段半分大名来讲 学号是F66 来自安徽五湖的夏族清 这几天道德经的学习呢 让我很失受益 我就想问一下 像我们这样的普通家庭祖父 怎样推广道德经 需要注意什么 请郭老师指点 好 身教重于研教 你好好的下功夫深入学习 学到智慧 本身受益 学到智慧 你受益 能做得出来 能练习去做 如果你真正这样在做的时候 你生命的品质值跟量都会不一样 当你这样在做的时候 你就可以从家庭开始影响起 然后在亲戏 然后在亲戚朋友 他们看到你的蜕变 也都会很好奇想要学 再来就是我们有一颗慈悲大爱之心 因为你会看到很多人在这个人生在这个社会在这个世界 他人生是过得是很迷茫的 有的人虽然有能力有才华 但是是盲目的冲冲冲 背道而耻 你真正看到众生 他们在背道而耻的时候 你也会心生慈悲大爱之心 希望更多人有姻缘 早日可以学到道德智慧 优质的文化 开启智慧 懂得顺天之道而为 所以那种慈悲大爱之心一起来 你就会完整用各种方法 能够让别人受益的 你就会去做 所以这个点都要从自己开始做起 OK 谢谢老师 好 顾老师好 我是来自安徽五虎的王翠芳 我的学号是F10 我集出道德经 2003年 集出道德经 然后这次来学习 也带来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我的十岁的孩子 三零级 下半年就是四零级了 在之前 两零级之前 学习都是名类前茅 后来他就不想做着业了 不想上学了 成绩下降 然后 这次就是好不容易撑到饭甲 每天都吵闹 不想做着业 不想上学 就是看到他很痛苦 就四心非烈的 就不做着业 怕老师骂 不上学了 家长也不同意 然后每天看到他那样子 我就很迷茫 很焦虑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的 不要混在一起 好的 然后 我就是想 我怎么样子的深入学习 把这个道德经 用上去能够化解 就是像我一样 孩子 就是很多孩子 也遇到我家一样的问题 能够帮他们解决 你们过去是不是很重视 他的学习 成绩 各方面都会要求 之前是有要求 之前是有要求 然后他自己也很懂事 之前我把他送过去一个国学班 然后离开我们有半个学生 之前他很想回家 后来我看他哭得很想回家 我就不忍心再送 我就把他接回来了 接回来我跟他有要求说 你要好好读书 所以他自己很懂事 就非常努力 就是一直自己争到名利其谋 好 像这方面 小孩子本身都很优秀 是的 但是因为大人 太过要求考试成绩 还有希望他学很多 希望他名列前茅 希望他能够赢别人 那句话说 不要让小孩子输在起跑点 很多父母都信以为真 结果呢 害很多小孩子 他们学得很痛苦 学到很痛苦 小时候在小孩三年级以前 他们的反抗力还不强 这时候呈现出来都会很乖 很听话很有效果 但是当他来到了十岁左右 开始那个叛逆就会逐渐出来了 他会知道什么叫做 老师还有家长父母 给他的压力很多 他会觉得喘不过气来 是的 所以这个就是家长太过压力 给他的压力太多 学校又给他们压力 父母亲给压力 没有尊重小孩子 所以我们很多的教育要知道 都是大人写出来的方案 站在大人 站在家长这个立场 来要求小孩子 而没有尊重小孩子 很多的所谓教育专家 那都是站在大人 自以为是的立场在写 而不是真正站在小孩子的立场 所以这些小孩子 从一个角度来说 他们就是被压苗助长 他们的学习空间已经被填满 他们的大脑记忆已经被填满 所以他已经复合过量 受不了 这种情况很多 像这方面 真的大人要赶快及时调整 一方面 不要再 催小孩子 不要再一直要掌控他 能不能让小孩子 好好地放松 好好地来做调整 然后尊重小孩子的兴趣 他不想学的 不要逼他 考试成绩 真的那个不重要 怎么样让他学会 为人处事 学会做家事 学会对自己生命 自己来选择来负责 他要不要做功课 要不要学什么课程 让小孩子自己来选择 不是大人一直的强压给他 所以真的要回到 以小孩子为主 让他练习做主 大人只有从旁协助 不要太重视那些考试成绩 真的考试成绩 不能代表一个人的人格品德 人格品德的教育 生命教育 这个是更重要 怎么让这个小孩子 有爱心 有责任心 怎么让小孩子 懂得自己选择 自己负责 能不能把这个选择权 交给小孩子 大人尽量少干涉 越少干涉越好 让小孩子自动自发学习 OK 好的 我现在就是 之后他做这业 不做这业 不想做 也就算了 然后成绩我也没过关当 我尽量的给他 因为他现在已经学习 疲乏疲倦了 然后 现在要赶快去调整 怎么让他做他有兴趣的开始 对 也就是说 他提出他不想上 那我现在就不让他上吗 要不要上 反正如果他现在不想上 就随远 跟他建议就好 然后再来 看他现在想做什么 带着他 甚至带他 到外面去旅游 或是到生态村 去磨练 去历练 然后让他自己愿意学习 好的 好 谢谢 好 先这样就好 先这样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我的 先这样 因为后面还有 等一下如果他们问完 还有空位再问 尊敬的郭老师您好 我是来自广州 学号F24的沈静 我的问题是就 之前没有觉察的时候 就是可能遇到一个 外在环境的考验 我心里就会生起一股情绪 比如说愤怒或者其他的 就完全被他带走 就我自己和情绪沦为了一体 那这几天的这种学习和浸泡之后 那我也听到老师说 有一个自我的运作嘛 就我能感受到 是我的那个情绪 或者说是自我在运作 但这个时候 因为我没有办法掌控它 反而生起的那种 更大的无能为力的感觉 我举个例子 就这几天 因为我大出学之后呢 身体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调理 然后我也跟我孩子爸爸 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 就调理期间的费用 是由他承担的 那结果呢 当我真的去跟他要这笔费用的时候 他每次都答应了说 好好好 我马上转给你 我过两天转 但事实上一直到今天 他可能都选择了这种 一而再再而三的 回避的方式 所以这个时候 本能的我就是会对他有一份 特别的愤怒的情绪 当然我知道走到今天 无论是身体各方面 一定有我的原因 有他的原因 但这个时候 我就是会被这个情绪所操控 然后呢 也会有对自己的一份攻击 哇 当初明知道是这样的一个人 为什么我还是 跳进了这样的一个火坑里面 然后未来我带着孩子的时候 他对我是这样 那对孩子是不是也会这样 就那个脑子里面的电视剧 就是一个又一个的片段 就接二连三 根本听不下来 然后去像一个侦察兵一样 他的卵肋是在哪里 我要怎么怎么怎么样 就从所以 所以你一直在糊里糊涂的 在苦海里面浮沉 你在糊里糊涂的盲目的冲冲冲 然后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而要别人来为你买单负责 我讲这一句话 这个是 算是一句重话要唤醒你 你糊里糊涂任性而为 后边当然不是说他对方没责任 而是你没有对你的行为 没有对你的生命负起责任 糊里糊涂的冲 然后冲到后边苦果痛苦产生了 要对方买单 那你认为说那跟他有关系 跟他有关系 但是是你在选择 如果他是他来强迫你 那他要负责 这期间其实是有被他 就是POA和催眠的 哎呀 是你个人要 我是希望 真的现在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希望 因为这是一般人容易犯的毛病 自己装糊涂 自己装傻 或是自己就是要讨爱 做一个小公主 讨爱 不对自己生命负责 然后去爱 去抓一个人 再来呢 要对方来为自己生命负责 不顺己意的就抱怨 如果你这个心态你不改的话 一样你会继续都在苦海里面浮沉 而且没有出头日 因为你这个自我还没有去看到 是自己在制造苦海 自己在构筑那个梦幻世界 然后要别人来跟你买单 你说他有问题啊 有问题 你是主角啊 那老师在世间法里面 不是他作为一个男人 一个父亲 他也需要去承担起他的那份责任吗 你法律上你现在可以追究 你就去追究 那看你能够讨到什么 得到什么 你得不到真爱 就算他好 法律上你说你告赢 他要赔偿 你也得不到真爱 你人生你奋斗 较量一生 你最后面你得到的是什么 所以希望你人生观要重新来 人生观要重新来 不要再被自我意识所欺骗 听老师这么说 我确实感觉那个自我的威力特别大 就觉得如果这个事情就这样子 好像他不需要为他的行为和选择负责任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自我好像就是有一个自我 是要对他穷追不舍 直到付出代价 好像那个恩怨才会聊 其实我来到这里 我就感觉有一个自己是有一股向上扬升的能量 因为这里的环境都在进化我 但是那个累 我不知道是累生累世的自我还是什么 就一股白的能量 一股黑的能量 就是那股 好了 现在重点了 你自己要醒过来 不要再糊里糊涂迷茫的冲 我在讲课的时候我都有讲到 来请大家好听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欠我们 好趣体会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欠我们 会来到我们身边的人 是我们邀请过来的 会来到身边的人 就好像我们邀请来这个舞台戏 跟我们一起在演出 你是你这个舞台戏的主角 也是导演 我们是要感恩那些 愿意来这个舞台戏 跟我们一起演出的 亲戚兄弟姐妹 亲戚朋友 同事 人真的要清醒过来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世界 你这每个人有每个人 专属的世界 你是你世界的源头 是你世界的主人 那个男人 也是你邀请 进入你的世界 至于为什么会去 邀请到这样的男人 你自己要 要负起责任 你说我看不清楚 他过去 掩藏的怎么样 我看不清楚 那你为什么要看不清楚 你看不清楚 那这个就是你要付出的学费 人真的要清楚了解 我们每个人都有 我们专属的世界 每个人都有 那你是你专属世界的主人 源头 你的世界 要成为很幸福 很快乐 或是是非冲突不断 要知道 那个源头 都是自己 所以 我知道 你还一直活在那个 自以为是 然后 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觉得自己被骗 然后 有很多理由 要去怪别人 很多理由 要去追讨什么 但是要知道 我跟你 坦白的跟你讲 这个就是你 用自我再构筑梦幻 还没有要醒过来 那这样的话 会没晚没了 你的世界 你会继续在苦海里面浮沉 我是希望 我是希望有因缘 早日醒过来 你现在所遭遇的一切 那是 你是主人 那个男人 也是你邀请过来的 小孩子也是你邀请过来的 你说 最初是怎么样 我看不清楚 我 一死糊涂 这个就是 你要付出的代价 要任性而为 要构筑梦幻 好 后面就是要付出的代价 如果你不知道说 这是自己要负起责任 你的人生 不会翻过那个分水灵 也就是会继续 再用自我再构筑梦幻 然后抱怨 抱怨 如果有一天 你能够真正课程学进去了 你知道 原来是那个自我 任性而为 在构筑梦幻 自己 没有勇气去 负起责任去承担 还要 怪别人 还要拉别人 所以就很多的抱怨 好 我希望大家 正确理解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欠我们 如果你真正好体会到这个 在你的生命中 一方面你会 对自己生命负责 第二 你会对我们所遇到的人 你是心怀感恩的心 心怀感恩的心 我们要负起责任 来到我们身边的人 是我们邀请过来的 要感恩 要感恩别人 来 陪伴演出 在一 一出戏里面 有人他会演得很坏 演得很坏 也是在唤醒 好了 刚才讲的 这是更深的 如果你们能够去参透 去悟透 世界上 没有谁欠我们 所有来到 我们身边的人 是我们邀请过来 没有人欠我们 所以 我们 没有资格去 要求别人 要赔偿什么 要怎么样 反过来 我们是感恩 回馈 奉献 付出 如果你这个能够 参透 悟透 你的人生 就会 从糊里糊涂的世界 逐渐 觉醒过来 你才能够逐渐 做生命的主人 OK 好 感恩老师 好 中间的郭老师 您好 我是网络两年至二年级的秋红霞 我现在的学号是F49 我的问题是 如果说动物 植物和人 都是穿不同的衣服 来这个地球历练演戏 发挥生命意义 人发挥了生命意义 可以提升维度 那动物植物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啊 你们有没有听过说 一些动物 民间神话故事里面 说什么动物 然后修行成仙 有吗 对啊 还有民间信仰里面 有什么比较大的树 然后就被尊敬 然后拜为什么树神 有没有 有 好 当然这是 我们刚才讲的 这是民间的传说 还有信仰 但是在我的世界里面 我对这些树 一样我都是 尊敬他们 看到那些大树 百年大树 在他 在我 在我的心中 他们 比一个人 在这个地球上 所奉献付出的 都还要多 尤其那些千年大树 几千年的大树 我看到这些 不是狼性迷信崇拜 而是他们实际 几千年来 都在守护地球 都在发挥他们生命的意义 都在利益 地球利益 动物 植物 一样啊 他们在活出 他们生命的神圣啊 地球 能够成为 很美 很美好 很美丽的世界 那是植物跟动物 在经营 那是植物跟动物 各种动物在经营 人类 大部分是在破坏 所以事实上是 人类要觉醒过来 不要再把人 摆在认为 人是万物之灵 人是地球上 最聪明的物种 然后我们要掌控一切 要主宰一切 真的这个就是 所谓的不知天高地厚 不知天地的浩瀚伟大 不知道大自然的浩瀚伟大 所以 因为不知道 然后就容易背道而驰 背道而驰 后面就会 极端性气候 各种灾难 就会陆续出来 所以要知道 极端性气候 那是因为人类 背道而驰 伤害地球 伤害生态 后面导致的情况 好了 希望人类真的要提升上来 要醒过来 提高上来 要来看到 是植物跟一般的动物 在养育人类 来好好体会 是植物跟一般的动物 在养育人类 问人类 我们对整个生态环境 对各种动物 我们做了什么贡献 真的要静下来 如此客观 去解析 才会逐渐地 搞清楚 人类的定位 人类在地球上 我们在做什么 如果你生命 没有觉醒过来 没有提升上来 我们到底在地球上 我们在扮演 什么样的角色 你还养养得意 我是大学毕业 我是硕士 我是博士 我是科学家 来问问 我们从以前到现在 我们的所作所为 对地球生态 我们做了什么贡献 对地球的绿色环保 对植物 对动物 我们做了什么贡献 真的你静下来 深入去探讨 你就知道 人类在地球上 到底在扮演 什么样的角色 人类要醒过来 OK 好的 谢谢郭老师 感恩你 好 尊敬的郭老师 您好 好 我是本期教师音的学员 学号是F48 名叫萧春音 来自于广西 我的问题是 最近这一两年来 我总是觉得 两肩非常的沉重 就像被一种千斤压的感觉 整个背也很疼 好像有一股能量 一直在身体里面溶动 有时候站 就像我现在站 我整个背都是绷得很紧 坐也坐得不舒服 只要躺下来的时候 才舒服一些 那这种状态 也影响着我的学习和工作 那平时也做过一些调理 但是效果也不佳 平时我做事情的时候 总是感觉到自己 用力过度 有比较爱比较 有追求完美 做事情不太容易放松 对自己的要求 总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 好了 不用再讲了 因为你的肩膀 肩背的酸痛 你已经讲出答案了 那个原因你已经讲出来了 就在刚才你叙述的里面 你已经讲出原因了 不容易放松 工作是很认真负责 但是都是很绷紧 对啊 你这样绷紧几十年 身体 他现在在跟你抗议 我需要休息 我需要被尊重 请你好好的 爱抗你的身体 他为你当牛当马 几十年 你有好好地爱抗他 感恩他吗 你有好好地 调理保养吗 好 身体为你当牛当马 要好好感恩 不要一直不知感恩 然后一直还边打他 让你可以追逐到 更多的成果 成绩 名利 所以身体不舒服 他是在跟你诉苦 他好辛苦 好累 需要你能够了解 谅解 需要你能够爱护他 OK 还有就是 我就觉得 我的真诚真心 很难发出这一个 这种自诚的 对他的道歉 很难 很难 没关系 所以不真心 他就没办法真正化解 你就继续苦吧 继续痛吧 看你什么时候 才会真诚真心 就这样 这个就好像 你伤害一个人 然后跟别人道歉 你说 我跟他道歉 他还不原谅 因为你没有真诚真心 别人怎么会原谅你 所以那些苦 他都是天使在唤醒你 OK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关老师 好 人可以虚伪欺骗别人 可以虚假欺骗别人 但是你虚假 你欺骗不了自己的生命 欺骗不了自己的身体 所以为什么跟大家勉励 所以为什么跟大家勉励 我们要练习做真人 真诚真心 善待自己的生命 也真诚真心 善待别人 不要欺骗别人 因为那些欺骗 那后面都会有不好的恶果 OK 好 尊敬的郭老师 晚上好 各位家人晚上好 我是这一期 暑假班的学员 F27 谢秋林 来自广西南宁 我这边有一个疑惑 一直困扰着我 就是现在外面 很多机构平台 都在说自己做着 支持大家成长为目的的课程 然后呢 确实也看在他们在做 也有效果 但是普遍收费会比较高 那在我固有的认知 觉得说收费太高的话 已经把很多有需求的人 挡在外面了 但是好像他们不收 那么多的费用 好像就很难运营下去 那么我觉得他们就 好像跟做大爱的事情 有所违背 因为我固有的认知里边 收费太高了 不像您那样子 做比较公益的事情 好像跟大爱就不沾边 就是我不知道 你知道我这个认知是怎么个底层逻辑 请您赐教 一般人的认知里边 认为一分钱一分货 好像便宜没好货 这是一般人的认知 但是我要跟大家强调的 能够用钱来衡量的 它就不是真正最珍贵的 就好像能够用钱买的感情 这个感情也不会很珍贵 我们生命里面你能够用钱买来的 那都是次要的 真正对我们生命最重要的 都是无价之宝 而无价之宝却都是免费给我们 所以不是说一分钱一分货 那是人类从物质金钱角度来衡量 但是要知道 那金钱它只是个玩具 它并不是真正的价值 所以人类要学会看出 真正对我们生命最珍贵的元素 是无价之宝 而这些无价之宝 真的都是免费给我们 偏偏这方面 一般人却忽略不懂得珍惜 而去追逐那些次要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要学会 道德经里面有一章 太上不知有知 其次 亲而欲知 要知道 一般人所能够看到 哇那对我们生命很好 某某人是我们的恩人 某某人对我们很好 或是某某大师很好 然后我们要去亲近他 要去追随他 然后搞偶像崇拜 搞信众追随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大自然 天地父母 道 给我们生命最珍贵的元素 从以前到现在 从来没有跟我们收费用 但是人类却不懂得珍惜 这就是问题 心灵富有的人 就是因为他懂得珍惜大自然 给的这些元素材料 享受享用大自然的无价 珍宝 无穷尽的宝藏 他拥有 所以很知足 很懂得感恩 很幸福 很快乐 因为看到 原来天地父母大自然 给我们非常珍贵 生命中最珍贵的元素 珍宝 如果不是重视心灵富有的人 他追逐外面的金银财宝 往往他是心灵空虚 而否定刚才所讲的 大自然这些最珍贵的元素 他如果这个没什么 这个没什么 我要去赚更多的钱 我要买豪宅 我要买洋房 我要买交车名牌 我要买什么 我要比赢别人 这个就是变成 你认为那些 好像能够帮助你成长 赚到更多钱 帮助你什么成功的那些成功术 认为好像很重要 但是要知道 这对生命的实相而言 那是可有可无 而且很多很多情况 表面上好像对你有所帮助 事实上那是就好像 让你吃那些迷幻药 让你吃一些 所谓的毒品 然后让你觉得 哇 忙疏疏的 哇 好像进入 那个很幸福的世界 但是有一天你发现 原来是一场梦 一场空 所以这就是人类要学习的课题 我们能不能从那些 追逐梦幻世界 逐渐醒过来 然后来到真正与天地与道融为一体 过真正幸福快乐的生活 好 讲到这里 就要回馈聚焦 刚才你讲的 我可以跟你 勉励的就是 跟大家 勉励的就是 不要用金钱来衡量 那些课程 好不好 你们要去客观的去看 他们在教的是什么 然后他们有没有实实在在 很多学费收的很贵的 那这是针对人类的弱点 我不跟你收贵的学费 你不懂得珍惜 就这样 所以人要学习 要成长 就要付出很多的学费 到有一天 你才会体会到 最珍贵的课程 竟然都是以公益性质在推动 好了 希望大家真的要学到智慧 那些价值观 也要逐渐 从过去的世俗 逐渐提升上来 就好像 实实在在的人 他不会穿得很花俏 他不会这样 一直让要打扮的 什么花枝招展 或是都要穿戴名牌 炫富 真正有实力有内涵的人 他不会一直要炫富 在外表要炫富 在外表要更加 比什么名牌 比别人厉害 比别人高 要知道 那是因为 他心灵的空虚 所以不要看外表 我其实也有个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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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是老师有点出来 我在说话的时候很用力 我其实对自己说话用力这块 现在就是我不懂什么叫不用力的说话 那也是之前一直有一个困惑 就是我从小确实嗓门比较大 就是好像我天生 就是我好像天生说话的声音 就是会比较的高亢一点 后来我现在慢慢看 可能也有 我内在一直都要引起别人的注意 或者说我在呐喊 我在发声 当然这些我今天也有慢慢看 是有的 那如果一个人就是 他是不用力的说话的话 他的声音是不是应该也未必是大的 还是说就是这跟声音没有关 而是跟你的那种就是语速 或者是频率 或者是那些 就是现在不知道什么叫不用力的说话 你现在先练习 开发明觉 认识真正的学习 老老实实的做个学生 不要嘴巴说好就好 要真的去做 没有必要讲的 我们就少讲 没有必要问的问题 我们就少问 要多做 好好去做吧 OK 好 那个我表明一下 那从明天开始 我就尽量不说话了 然后大家也不用理我了 好好脚踏实地去做就好 我不说话 感恩郭老师 不说话还说了好几句 真的人要能够静得下来 静得下来 好好陪伴自己 好好栽培自己 话多不如话少 话少不如话好 好继续 你要说 我不会说话了 后边就不用问了 我想说 前面的学姐她上门大 我上门小 我可羡慕上门大的人 轻轻一说 大家都听得清楚 尊敬的郭老师您好 我的问题是 道德经讲 从辱若经 贵大患若生 我就发现在这点上 在我的身上特别的明显 我就是那种 从辱若经 得之若经 失之若经 这样子的一种状态 我们是要从辱不经 做不到 做不到 所以就想请教老师 这一点上 怎样子来做到 因为比如说 就像 就像比如说 我在生活当中 出了一些问题 我就会很紧张 就会觉得 哎呀 又是自己不好 自己这么点事情都办不好 就会有这种 这种感觉 就会 从辱若经 办不好 我们就检讨改进 但是后面要调整到 我们做 这是凭着良心去做 做好 这是我们的本分 做好 也是正常 做好 不是为了给别人看 做好 不是要标榜 我很行 而是 这个就是 我们生命的呈现 能够回馈 我们就好好的多回馈 是我们的生命 你有什么样的特征特性 你有什么样的实力 你才能够做出什么出来 所以 我们好好的栽培自己 让生命的品质 质跟量都提升成长 我们能够服务的 回馈的 也就自然 不断的成长上来 我们要来到 服务 回馈 那也是 我们在跟 众生广结善缘 不是在做秀 做给别人看 不是要等 别人 给我们 打高分 所以 我们就凭着良心 去做 有利益 有利益他人的事情 利益整体的 我们就多做 会伤害别人的 我们凭着良心 我们不去做 就这样 那做了之后 我们就要放下 不是在等待别人 你们有没有看到 那你给我打多少 婚 不是那些 凭着良心去做 做好那是正常 做好我们也心安 如果不好 做不好 好 我们就检讨改进 别人有批评 有提出问题 我们一样 检讨改进 这个都是在帮助我们成长 帮助我们更好 OK 好 谢谢老师 还有一个最近的 就是天气热嘛 热了就睡不好 睡不好 那个就头晕 然后呢 这个心疼 我想请教老师 这个问题 怎样子来 怎样子在这个环境下来 更好的跟环境相处 尽量就是心平气和 也让身心能够多灵静 开发明觉 不要在那里躁动 担心超幽东超幽西 就是要能够静下来 你心悦灵静 你不烦躁 你就更好睡觉 再来如果有需要 我们做一些调整 怎样让空气可以流通 怎样能够睡灵 比较舒服 OK 好 感恩老师 好 好了 很好 这几天都有陆续跟我们这些 来自四面八方的家人 还有各方面的老师来做团餐 看到大家都 大部分的人都很认真在学习 非常好 非常好 希望大家真的要有使命感 先好好栽培自己 然后唤醒我们神圣的生命 把我们每个人神圣的生命活出来 活出生命的喜悦 活出生命的精彩 活出生命的意义 OK 好 祝大家 谢谢 好